大家好 今天市場無需多說 滿到秋斤 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等什麼 可能是等六中全會有什麼消息 但可以告訴你六中全會 通常都沒有什麼重大經濟方面的消息 政策方面可能會一兩句滲出來 但我想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新意 也可能市場在等騰訊業績 但騰訊業績的大行都估到有這麼低 盈利增長有1%左右 比起以往的4、50%合格 1%大行都說收貨 再回答一個元宇宙 買不買就釋除尊便 但整體整個11月開局到現在 都是一如預期 10月升 但好友不夠力 然後淡友就出擊 暫時來看24,800這些位置 都好像站得到 但是如果這些位置一失的話 下個位置24,500 24,500一失的話 再下一個位置 上次的低位23,700 所以形勢並不特別的看好 外圍也沒有什麼可以帶動港股 FOMC那些 加息都照舊到夏年年底的時候 但是那個TAPER 縮減買債就開波了 所以那個銀根 就是說全球市場的銀根 會不會縮一縮呢 那有多大的影響呢 那就要一些時間去觀察 重看就是美股還是很強的 還吸了很多錢 美金也是強的 所以在美股和美金相強的情況之下 港股這些外圍市 其實就很難有資金到 再加上北水的幫助 A股自己都不太好 對不對 亦都很難靠北水衝進港股那裡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港股是叫其得穩 但是一腳遠的話 就滾下去了